今天的信息是丰盛之礼 圣经很特别吗?第三讲,请临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 我们感谢主能够在一起聚会真好 一起敬拜真好 请你跟旁边的人握手说 我们预备来听主的话 我们预备来听主的话 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思想 我们生命的丰盛之旅 特别是关于圣经很特别吗? 圣经有什么特别呢? 真的圣经有那么特别 以至于圣经被普世的人所诵读 圣经的特点在哪里? 你手上你家里有圣经吗? 你家里有圣经的人举手 好,谢谢 所以我想问大家 世界上圣经有几本? 圣经只有一本 圣经只有一本 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本? 我们之前讲到圣经很特别吗? 我们提到圣经已经是人类历史当中 出版最多 也是最被普遍阅读的一本书 没有第二本书能够跟圣经比 因为圣经的销售量 一共至少出版了二十五亿本 这二十五亿本分上在世界的人手中 第二本书只出八亿本 就是毛与鹿 所以圣经到底特点在哪里? 能够卖二十五亿本 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 在第一讲里面 关于圣经很特别吗? 圣经有什么特点? 这一个讲题的第一讲当中 我们提到圣经它的独特点 不只是一般的历史 不只是一般的文学 更不是一般的道德 也不是人们所说的神话 因为有很多人对圣经有错误的认识 以为说圣经就像西游记一样是神话 以为说圣经只是像孔子孟子所写的 一个道德教育的书 生命道德教育的书 有人以为说圣经它不过是一本 记载犹太人的历史的书 有人认为说圣经它不过是一个 收集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书 其实圣经远超过文学作品的收集 因为它里面不只是收集了有文学特色的经卷 圣经更是超越了犹太人的历史的书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记载犹太人的历史 圣经不只是道德功能的书 圣经是在介绍一位永活的真神 圣经的独特性是叫人的生命过得更丰盛 甚至得着永生能够为上帝而活 第二讲里面我们提到圣经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难道我们手中的圣经真的有那么特别吗 当然我们手中的圣经非常非常的特别 称为万书之书 就是没有另外一本书可以跟圣经相比 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的特点 我第二讲里面举出了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圣经的成书过程 经过第一卷书创世几道最后一卷书的启示录中间 横跨了1600年 这1600年中间不同信靠上帝的人 上帝拣选他为上帝说话记载下来 书写下来 这1600年中间横跨了四十几位作者 而这四十几位作者的著作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成为一个主题的一本圣经 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有这样的历史 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有横跨100年 第一个编者到最后一个编者是100年的距离 只有圣经横跨1600年 它的持续性的内容 连续性的内容 毫无冲突的内容 这是神迹 第二个特点我在第二讲的中间 我提到了圣经的普及性 大家记得我分析的结果 查考的资料结果 大家记得圣经翻译成多少种语言吗 在你认识的语言当中 你会讲几种语言呢 有人说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来得好厉害 会讲国语 会讲普通话 会讲华语 其实是一种 那么还会讲地方方言 还会讲广东话 还会讲英语 还会讲印尼语 还会讲马来语 还会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菲律宾语 好厉害哦 你会讲这么多种语言 你知道吗 圣经翻译的语言 两千多种 意思是说 有两千多种语言的人 读得懂圣经 没有第二本书 能够向圣经翻译这么多的语言 你如果出版一本书 能够翻译成五种语言 你是伟大的作者 圣经翻译成两千多种语言 这位上帝启示圣经的上帝的原作者 已经不能够用伟大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他是行神迹的上帝 在第二讲里面 在第二讲里面我提到第三个圣经的特点 是什么呢 圣经普及性 被广大的接受 被广大的应用 对不起 残存性 第三种 普及性就是众人 圣经都可以人手一策 不同的语言的人 都读到同样信息的圣经上帝的话 第三个就是他的长存性 没有一本书的存在 能够像圣经的存在经历这么多年 你知道我刚刚说的一千六百年 第一位写作者 跟最后一位写作者 上帝的灵感动这四十多位 横跨一千六百年 你知道一千六百年的最后一卷启示录 是在我们现在西元九十多年 也就是说西元九十多年到今天 又是差不多两千年 两千年推算回去 加上圣经一千六百年 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到今天三千六百年 你现在手上还有另外一本书 超过一百年吗 毛雨露没有一百年 孔子的书 大家现在手上人手一策吗 孔子这么伟大的书 咱们中国人都没有人手一策 这怎么搞的 所以圣经的这个长存性呢 经过这么多的年代 甚至我们知道 圣经经过的风雨 比任何一本书 所经历过的风雨都大 你知道当我在1988年 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 就怎么讲 这一本书讽刺了可兰经 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Rusty 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呢 因为Rusty to die 所以Rusty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讽刺了可兰经 今天圣经有很多人 想要毁灭圣经 也不少的人为了圣经 生命遭到迫害 没有第二本书 像圣经那么被火烧毁 在记录里面 被烧毁最多的书是圣经 可是它没有被毁灭 它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翻译最多语言的书 所以如果这本圣经 不值得 那么它不会存在这么久 这本书一定有它神奇的地方 什么叫做神奇 就是神的奇迹 上帝的手的工作 就在我们手上有一本 今天我们要继续提到更多 关于圣经的独特点 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继续思想 关于圣经的独特点呢 我很快的 因为我就想到生命纪的第五章 因为生命纪第五章是什么呢 生命纪的第五章是摩西 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后 在旷野的地方 然后摩西重新说明 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 就是圣经 所以第五章这里可以说是 让我们很精简地看见 特别是前面这几节 让我们很精简地看见 上帝的话语的特点 特色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我们来很快地思想一下 生命纪第五章 刚刚诗会主席跟我们读的 我们看见圣经有第一个特点 就是圣经是上帝 透过所拣选的人写的 透过一个所拣选的人写的 拣选的这个人 因为他认识神 认识上帝 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 今天如果我要找一个人 我自己变哑巴了 不能说话了 我要找一个人介绍我 最好的是找谁 找我师母 因为他明白我 他了解我 我必须选中一个懂我的人 秀约圣经里面 所有的先知 包括从摩西开始 到君王 大卫 所罗门 以及所有的先知 他们都是细心祷告上帝 寻求上帝的人 他们懂得上帝的心意 所以上帝透过他们来完成圣经 在那一个时期里面的那一番话语 对那一个群众写的话 写了下来 怎么说呢 经文第一节说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照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小遇你们的绿列典章 摩西小遇 什么叫做小遇 小遇的意思是本来不知道内容 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内容 什么内容呢 绿列典章 绿列典章摩西从哪里来呢 摩西到西乃山和列山上 祷告的时候 上帝光照他 赐给他的那个绿列典章 就是最经典的十诫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更神圣崇高的诫命了 十诫到今天一千六百年 三千六百年 直到今天 上帝的绿列典章 透过摩西对不同的时代的人说话 圣经还有第二个特点 从生命纪第五章这里 我们看见 圣经是上帝与人立约的内容 我拣选你 我的话你来遵从 我就赐福给你 直到子子孙孙 直到千代 这是上帝与人立约的内容 第二节第三节 经文怎么说 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神 在和列山上与我们立约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主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活着之人立的 所以圣经 它是横跨历史的 在当时立约对他们的祖父祖母立约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对祖父祖母的子子孙孙立约 换一句话说 圣经是上帝与现在活着的人 有呼吸的人 有思想的人 有情感的人 能明白神话语的人 听了以后有回应 就成了一种立约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圣经第二个特点 那你说这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能理解 没有问题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三个特点是 圣经是上帝对人说的话 这很简要 很简白 第四节说 耶和华上帝在山上 在火中 面对面 与你们说话 摩西这一个讲话 属实吗 正确吗 其实第五节说 当时上面有火 你们不敢散伤 是我代表你们散伤 所以我站在你们跟上帝之间 可是摩西把这件事情看为 我既是代表会众在上帝面前 所以我们是面对面与上帝 上帝对我们说话 因此直到今天 上帝与人说话 成文写下来 我们也面对上帝对我们说话 这就是圣经 圣经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内容 第四个特点 生命纪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看见 第五节这里看见 圣经是上帝在 在人的历史中 所行的一个奇迹 神奇的一本著作 在人的历史中 第五节怎么说 摩西说那个时候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散伤 这里就好像摩西是怎么样 你们不敢见他 然后我站在这个地方 你们要听 我是上帝要对你们说以下的话 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我是季节的上帝 有一点这种感觉 但是说出来的话 是上帝在摩西的心中 启示他 让他能够说出上帝的心意 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中 一千六百年横跨 上帝感动这个人 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 上帝感动这个人 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 我们今天说这一段话 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 因为如果是不同的 神不同的灵感动不同的人 他不会成为一个主题的 因为作者只有一位 所以我今天找了阿亮 我今天找了Rick 我今天找了Jacob 我今天找了很多人 只有我一个 我说我现在请你写下这一段话 请你写下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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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天 你就把这几个人写的东西 收集在一起 这个是宝强牧师的语气 这是宝强牧师的心情 这是宝强牧师的作品 是由不同的人代笔写出来的 所以圣经在人类的历史中 只有上帝横跨一千六百年 没有第二个作者能够横跨一千六百年 找到不同的人来成书 第五圣经是上帝向人所做的自我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第六节第七节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接下去就是重述十诫 所以圣经写出来是为什么 因为圣经没有写出来 就没有人认识这位至高的上帝 今天我们人类所有的宗教 是要找寻一位上帝 所以最后上帝变成石头 今天我们许多的宗教 是要找一位上帝 所以屈原变成我们膜拜的对象 今天我们所有的宗教 因为我们有灵性 我们会找一个膜拜的对象 最后猪八戒也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 人是有灵性的 所以在我生命丰盛之旅的探索的第一讲里面 真的有上帝吗 其中一个说明有上帝的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灵性的膜拜 可见在人的本质里面 是有上帝的 只是找对象找的对还是不对 找的正确或错误的差别而已 所以如果没有圣经 我们找的上帝 我们找到的这个心灵灵性膜拜 灵魂的归处 我们就找错了对象 只有圣经介绍了 我们所敬拜所认识的上帝 是哪一位上帝 你在人类的所有宗教里面 没有任何一本他们的经书 能够介绍他们膜拜的对象 像圣经介绍我们所敬拜的上帝 那么详细 因此这一本书一定是他自己 亲笔借着人所完成的 以上 生命地记五章 这五个特点之外 还有什么呢 我们来思考多一个问题 第六 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上帝给人的生活准则 我今日小遇你们的律例 典章 你们要听 可以学习 谨守 遵 行 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 他把他的话给我们做什么呢 除了告诉我们他是谁 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生活才像话 我再说一次 你的生命要像话 我们说这个不像话 像谁的话 中国人讲话很有智慧 这个人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骂的人 这个人太不像话了 请问像谁的话 像你的话吗 追根究底 太不像上帝的话了 因为上帝的话 叫我们活得像话 上帝的话 叫我们活出最崇高的伦理道德 上帝的话 叫我们活出一个荣美的人性 这个荣美的人性 是上帝的形象样式 他的圣洁 他的奇妙 他的智慧 他的无罪 这个是生命纪第五章 给我们看见的 好 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知道 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圣经 就是上帝的话 世界上有那么多书 我们怎么知道 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一本圣经 就是上帝的书呢 以下有六个原则 这六个原则 其实跟刚刚讲的 这个六个点是有相关联的 首先第一个原则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手上的圣经 就是上帝的话 而不是可兰经 而不是其他经书 而不是摩门经 却是圣经 第一个 因为圣经这一本书中 它必须有著名作者是谁 还有呢 作者的自我介绍 圣经里面有这个东西吗 有 圣经里面 一直说 摩西不是说 我摩西说 我摩西说 以赛亚先知也不是说 我以赛亚书 我以赛亚先知说 每一个先知都没有说 我谁谁谁 说了以下话 每一个先知 他们在说的时候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上帝如此说 神说 你知道我简单的 现在很方便嘛 电子版圣经嘛 一打 主耶和华如此说 然后再打 神说 再打 你知道计算了之后多少吗 将近两千次 那个次数 我看了这一本资料 认识真理里面 它说 光是这样的词语 两千多次 哪有一本书 一直说 上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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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两千多次 请问要讲多久 当然散布在一千六百年之间 讲了两千多次 至少 宣布 我就是这本书内容 说话的上帝 你只是把我说的话 宣讲出去 你只是把我所讲的话 写下来 所以这个书中 注明着 上帝是作者 而且呢 不断地告诉 听众 说 我是怎样怎样的上帝 我是怎样怎样的上帝 我行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 我在以色列历史当中 做了什么 我在人类的祖先当中 做了什么 在还没有亚当 还没有创造亚当夏娃之前 我做了什么 所以整本圣经 在介绍这位上帝 他就是作者 那第一个论点很简单 很多书都有介绍作者自己 有没有 很多时候前面有序 有一些是自序 他就做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说我就是作者 那这个特点圣经也没什么特点嘛 很多书都有嘛 我们来看第二个特点 书中必须有比世界上的人 更崇高的伦理道德标准 因为如果我们说圣经 带出的生命是有崇高伦理道的 他虽然不是道德书 但是他因为帮助人认识这位上帝 而生命转化 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神的儿女以后 新生命的样子 活出这个崇高的道德伦理 而圣经中的道德伦理 已经被公认是现在世界上 伦理道德最崇高的书 就因为这样 所以人不要信上帝 因为信上帝会信得很辛苦 因为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 可是世界上的人 活在世界当中 他们要过世界的方法 他们要强调自己的自由 强调自己的权利 所以我不要让圣经 这个伦理道德来干扰我 所以放弃了上帝的话 什么事情都可以合法 同性恋合法 以后有一天 吸毒也会合法 就好像买香烟一样 到店里去买毒品 因为没有了上帝 崇高的伦理道德以后 人的社会就会渐渐 按着人的欲望 按着人的罪性而选择 合法跟不合法 因此将来更多的 罪的事情被合法 因为丢弃了这一本 最崇高的伦理道德之书 那第二点举出来 我们就也不否认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道德之书 我看的这一本资料里面 简单的用我的话 他说你知道 孟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 他说如果有一个很可恶的人 伤害了你 批评了你 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你必须一个人默默的思想 是不是我真的不好 而他会说我 如果我真的不好 他说了我 我就要谢谢他 我就要改变我自己 可是如果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他说错了 我没有像他讲的那样坏 我没有像他讲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可是呢 一阵子他又说我 第二次说我 孟子说 那你还是要安静思想一下 人家不会无缘无故说你的 人家说你的话 你一定就是要改 那你就安静思想 自省 你自省的结果觉得 不 我没有错 我没有那么坏 我不是坏人 没有像他讲的 好 那么 你就不要理睬他 可是他第三次又来说你 这个时候 你第三次再做思想 再做思考 自省 最后的结论是 他才是坏蛋 所以你就说 这个人 跟禽兽一样 天天咬人 那个孟子的古文 读起来很文周周 甚至大家不懂 我就不读了 大意就是这样 他说可是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连彼得都说 我饶恕人七次够吗 人家得罪我 我饶恕他七次够吗 诶 彼得已经比孟子伟大一倍了 对不对 可是耶稣说什么 无止境的饶恕 七十个七次 七七四十九 七十个七次是多少啊 四百九十次 你会 你得罪我一次啊 记下来 你得罪我两次啊 记下来 你记到四百九十次 你还记得 那你真是伟大了 无止境的 无法计算的 永无止境的饶恕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你不要去看那不该看的 耶稣说你连想都不要想 不要去看而已 你想都不要想 你看到妇女不要动一念 动一念就是犯罪 想都不要想 不只是不要看 所以 耶稣基督 圣经的话语 是最崇高的 伦理道德 里面很多例子 我不能一一的来讲 时间关系 第三 那么 第三 这本圣经 它必须是什么呢 必须说明 宇宙 以及人类的来源 跟将来 第二点呢 很多伦理上面的书很多 你还在比较之下 一时之间还比不出胜负 可是呢 第三点就更清楚了 世界上有哪一本书 能够向圣经讲解 宇宙的来源 跟人类的来源 跟宇宙的未来 跟人类的未来 有哪一本书 这么清楚说明 人有灵魂 跟人有永恒的生命 只有圣经了 第四个特点 这本书的对象 必须是普世的人 以及普遍被阅读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普及性 普世性的圣经特点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就是圣经 就证明圣经 已经是向普世的人 以及普及被阅读的一本书 而且我们知道 耶稣的大使命 就是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 上帝的话 要传给这个普世的人 普世的人 就是上帝话语的对象 今天如果我写书 我一定会有一个假定的 或者预设的对象 而我这个预设的对象 很可能是一群亚洲移民 可是上帝的书 你读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虽然旧约 好像对象是以色列 希伯来人 可是你明白了以后 原来上帝是要透过 以色列希伯来人 来向世人介绍一位永生的上帝 所以上帝的儿子降生 是要拯救世人 那这个是圣经的普世信 世界上没有作者写书 是以全世界作为对象的 因为写不出 不要这样的书啊 我没有这个能力写出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读的书啊 第五 书中预言 关于将来的事 必定一一的印页 圣经还有一个特点 是其他书没有的 就是他会预告未来 他也会预言未来 谁敢讲未来 因为我如果写一本书说 西元2030年澳洲末日到了 30年没有末日 我这本书就丢了 圣经胆敢讲那么多的预言 如果预言没有成就 圣经早被丢了 问题就是圣经预言的 一件一件一件 因为圣经很早成书嘛 所以在成书之间到现在 其实到新约书信之前 旧约很多都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然后到新约到今天 很多预言是继续在成就中 然后还有更多的预言 我们因为圣经的预言 很多成就 所以我们就慢慢地看见 在接下去的日子中 未来的日子中 还有更多圣经的预言会被成就 这本书里面就举出了几件 关于预言有成就的 例如圣经里面预言这个推罗 他说什么呢 神借着先知以西节在2500多年前预言说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 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 然后折毁他的城楼 然后我也要刮尽尘土 使他成为静光的磐石 就是地基路在地面上 静光的磐石 他必在海中做赛网的地方 讲得仔细不仔细 在推罗这个城市 非常茂盛的时候 先知以西节讲了这样的预言 而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遗址已经找到了 就是剩下地基没有被拆毁 其他统统被拆毁 圣经还有做什么预言呢 关于西顿的预言 上帝末世先知以西节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西顿啊我与你为敌 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 使血流在他街上 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 视为有刀剑临到他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惩罚西顿的预言 和惩罚推罗的预言 大大不同 对于推罗说 你必荒废永无复兴 成为静光的磐石 对西顿却说 使流血在他街上 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 视为有刀剑临到他 却没有说西顿灭亡的话 所以西顿和推罗的惩罚 大不相同 所以西顿经过了战争刀兵 现在又凡胜起来 西顿没有灭过 所以圣经借着先知所作的预言 这里面一个一个的写下来 没有时间讲 那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里面 有金 银 铜 铁 泥 这五个时代 在旧约圣经就开始一个一个时代发生 预言一个一个应验 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敢说这么多预言 有一些说预言说了以后就自我推翻了 因为他的预言没有成就 有一些牧师喜欢说预言 说某年某月某日极端的牧师 说某年某月某日基督要临到哪里哪里哪里 在这个时代有一些牧师要出名 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他就会网路上面红遍了 可是很快日子就到了 耶稣没有来 很简单 耶稣没有来是计算错误 要重新计算 就一句话就可以盖过了 或是当时主启示我是这样 不过主怜悯我们改了时间 因为还有人还没有得救 所以赶快回改 也很有智慧 预言 圣经 所有的预言都在发生中 第六 这一本书里面必定说明 上帝对人性的旨意 以及生命存在的最崇高意义 为什么我写信给你 除了告诉你我是谁 除了告诉你我的心意 我还要告诉你我希望你的日子如何过 如果我写信给我的儿子 除了关心他 我还希望交代他一些事情 他要按照这些交代的事情 好好活得像样的生命 像上帝的样 像话的生命 按照上帝的话 生活的生命 所以上帝的话语圣经 是对我们生命能够活在最高的意义里面 而不只是工作赚钱 吃喝玩乐 然后进湾材 生命不是这样而已 生命还有更崇高的意义 在你走完世界之前 要搭乘那一班列车去添加之前 原来这之前有很多属天意义的事情 我们可以去做的 圣经告诉我们 以上这六项 你来审核一下 有几本书站立得住 世界上有哪几本书可以站立得住 在这六个原则之下 除了这一本圣经 没有任何一本书 能够符合以上所有的特点 只有圣经有 结束的话 来读一下 唯独圣经 怎样 能向人启示上帝自己的属性 只有圣经可以 启示上帝是谁 他的属性是什么 他做了什么 第二句话 来一起读 唯独圣经 能启示宇宙 与人类的来源 没有第二本书告诉我们 人类的来源哪里 所以人的书都写 人的来源是猴子 只有上帝的书 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 人本来该是怎样的人 人遇到了什么问题 上帝怎么解决人的问题 上帝要人怎么样得救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 拯救的人要如何活出最崇高的生命意义 这是上帝的书 第三句话 这些话都是我做了结论想出来的 我们一句一句来念 不给我 好 来了 一起读 唯独圣经 能启示人 活出最高意义的准则 没有别的准则 能够让我们活出生命最崇高的意义 圣经能 再来 一起读 唯独圣经 有启示人通往永恒的道路 没有第二本书 能够告诉我们 永恒的天家 永恒的生命 永生生命 是如何得到的 这个 这个 佛家没有啊 佛家说你好好去领悟吧 有一天你领悟到了就进入逆盘 问题是人领悟不了 圣经告诉我们 一条永生的途径 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 再来读这句话 来 唯独圣经 在过去与将来一一实现 这个不用再重复了 唯有圣经的预言 被实现 再来一句话 来 唯独透过圣经 上帝的存在 与人的存在 之间的隔断 被连结起来 唯独圣经 能够把 上帝的存在 跟人的存在 中间的隔断 建起一个桥梁 使人明白上帝 认识上帝 使上帝的心意 能够转向人 我说上帝的存在 跟人的存在 是两种不同的存在 人的存在 是身体物质存在 加上灵魂存在 上帝的存在 是灵的存在 因此人需要用灵性 灵魂去明白 去领悟上帝 灵的存在的启示 而人能够明白 只有两种管道 我今天 你要明白我 知道我 第一个管道是什么 听我讲嘛 我就告诉你 你就明白了 可是 如果 你要你的孙子听到 牧师今天讲的话 这个科技有第二个管道 是什么 录音 这个我要索我孙子听 你那个档案做好 然后告诉儿子说 孙子八岁的时候 要听这篇 林牧师的道 记得 这是我的心意 因为林牧师说的 就是说中我的心意 我要我孙子听 可以 第三个管道 今天是什么 就是你把今天的话 写下来 然后赞你的儿子 传给你的儿子 孙子看 他们就听到了 上帝的存在 也是一样 他的存在 是圣洁荣耀至高 人的存在 是低违犯罪软弱 这两种的存在 上帝透过圣经 连结了起来 你能够说圣经 不独特吗 你能够说 圣经 不独特吗 你能够不爱惜 圣经吗 你能够不研读 圣经吗 我们来祷告 主啊 你的话 安定在天 时间不能冲淡 历史 也不能摧毁它 人类的文化 科学 哲学 更不能 叫人 把圣经给遗忘 反而 圣经成为了 举世无双的 独一 最崇高之书 感谢你 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子民 感谢你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感谢你 你圣经的话 对我们的生命 说话 谢谢你 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阿们